這次台灣是他們海外音樂行動的第一站 台灣的朋友也感到非常榮幸 來台灣短短停留的天柱當中 有沒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想要體驗的事情 好比說好吃的、好玩的、想去的地方 有沒有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日本也有台灣的料理 但無論如何吃到的東西 不足夠的東西 我希望吃到很多東西 在日本雖然也有不少台灣的食物 可是台灣的美食非常有名 是我這次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可以在台灣吃到很多的美食 小約說想要吃美食 有沒有指定哪些品項是必定要吃的 北京大福 想吃那個烤鴨 烤鴨 耶 這我覺得跟小龍包不一樣的答案了 太好了太好了 北京烤鴨 北京烤鴨 哦 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小約想要吃吃這個北京烤鴨 那黑田有想要吃的食物嗎 小龍包 小龍包 小龍包想要吃吃看是不是 珍珠奶茶想喝喝看嗎 哦 珍珠奶茶 哦 吃芒果冰嗎 哈哈哈哈 這也是女生愛吃的齁 我們來問一下 我就是隔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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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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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笑囉 搞笑囉 來翻譯一下 但是 吃咖啡 他說 他說 我的味覺 我是那種 如果吃得很冰的 就會頭痛的人 所以呢 我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像芒果刷冰這樣子的味道 哦 是哦 那我們就一邊吃一邊就 哦很恐怖 那是又很high嗎 你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冰魔舞從天就這樣的feel 哦 我自信可是好高興哦 哈哈 顯然是無法想像這樣的滋味 對齁 那下次 他說 我們也可以有一些熱的 哦 湯圓之類的 紅豆湯圓 可以試試看 啊 喜鍋 喜歡吃火鍋 哦火鍋啊 火鍋喜歡吃哪一種口味的 我們很多耶 我沒有吃過火鍋 我沒有吃過火鍋 哈哈哈哈 嗯 因為就是台式的火鍋 沒有吃過 那我的朋友都跟我說 來到台灣一定要吃台式火鍋 對 台式火鍋啦 我們這個麻辣鍋啦 酸 對鴛鴦鍋啦 然後這個 酸 酸菜白肉鍋嘛 你一定要試一下 有很多 回去就會胖一圈 回去就會胖一圈 體重會迅速增加 OK 很期待很期待 沒問題 OK沒問題 那當然呢這個之前來到台灣 對於台灣的一些印象 有沒有跟這個抵達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比方說看到這個現場一些歌 你來這邊啊 迎見他們啊 感覺 我覺得欸不錯欸 對 歌名今天是這個經過幸運的抽選才能夠來到活動現場 日本から台灣人的友達 都很優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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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從小都打棒球喔 所以我對台灣的這些出生一些野球棒球選手呢 從王真志開始 然後不論是郭元智啊 郭太元啊 還有現在楊帶綱 我都非常的喜歡 好